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素有美食之都称号的台南 在路边不起眼的小店 也可能藏着特色美食 像是来自湖南的缩粉就很特别 缩粉就是吃米粉 来自湖南的老板娘 加老家米粉做法带来台湾 每天不嫌麻烦 靠手工一片一片去蒸 口感Q弹又有劲 府城台南美食核心战区 几平大的小餐馆 独门香味全锁在这碗米粉里 来 招牌香烙粉 谢谢 战进老涛舌尖脾味 除了麻辣汤头 还有来自湖南姑娘的手作米粉 他们的米粉很Q 然后比台湾的再粗一点 而且主要我喜欢的是 它米粉放进汤里面 然后就算是外带回去 也不会烂掉 我觉得它的米粉比较有嚼劲 嚼一嚼会有那个香味 我觉得很好吃 不同于台制米粉 西肠透明度高 湖南米粉软滑Q弹 其中原粉像米苔木 扁粉则有半条的既视感 在湖南的话 米粉也是随处可见的 基本上一条巷子里面 可能有五六间 然后每一间的味道都有差异 在米粉的江湖里 永远有湖南人的一席之地 味道做法上百种 而鹤伟擅长的手工扁粉 从内到外都透着一种坚持 像我们手工的话 就是当天现做 可能这也是一个优势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崇尚 那个天然的食品 像我们这个的话 都是水啊米啊饭 都没有任何添加的 生米熟饭一起打 磨出来的姜才会洁白浓稠 对鹤伟来说 做粉不光是卖一个味道 也是证明自己在异乡生活 能独当一面的证明 如果米这样磨得很细腻的话 它那个粉啊磨出来 蒸出来的时候 就会像少女的肌肤一样 非常的润滑 撕这个面皮就好像是 在找一个支点 可以称起整个地球的那种感觉 找到一个支点 它撕起来的时候 就是整张的 你看 这一手的粉皮宛如少女面膜 纯净无瑕又有弹性 加到台湾11年 鹤伟也从少女变手女 过去她的大陆 是国贸系高材生 也曾在外商公司当过业务 却在三年前转行当厨娘 我最大的成就感是反客率 就是说一个客人 如果一个礼拜来 能够吃三四次 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 其实生活就和食物一样 都要加油添醋才完美 这位湖南姑娘在台湾创店 推广家乡美食之余 也会俯成小吃 增添一丝小气